按一下录音键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我们参加我们今天晚上有关四头利音公园改善的社区会议 这是第一场会议 那这个在做今天晚上的项目呢 我们就是想有也是一个就是多余种的空间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很幸运有两个很出色的口译 一个是Melissa Lowe 她叫做广东话的反译 还有会告她做的是普通话的翻译 你会在屏幕底下应该看到一个电球仪的标志 每个人呢都需要点击这个地球仪 然后选择你想听的语种 粤语请选择Chinese 国语普通话请选择German 然后英语请选择English 因为中国没有中文 中文没有粤语和国语之分 所以我们不得不使用German标识代替国语 但是你如果想听英文的话 你选择English好吧 所以现在请大家就选择自己需要使用的语种 那今天的我们这个讲话和对话呢 都会都会在Zoom上进行的 也会录音 然后呢随后会在网上发布的 我的名字叫Killing Caldwell 我是绿道保护组织的项目与社区互动主任 然后呢这是一个有关Zoom使用的提示 就是如何那个静音 如何打开你的麦克风 然后呢今天我们想了解一下 在座的参加会的都是各位是谁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个调查 请大家那个填写 就是选择一下适合你的那个选项 然后每个人在大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我还想说一下今天晚上我们在做的 有我们绿道的Rachel Lake 她是外部事务助理主任 Rexson是我们的大型项目经理 Stickberg是我们的资本和维护主任 还有Karina Holcomb是我们的数字营销实习 那好我们都是那个罗斯肯尼迪 绿道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 绿道保护组织呢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我们管理和看护绿道 这个绿道是有那个麻州交通部所有的 然后呢我们把它租赁过来进行管理和照管 那好现在看我们刚才那个调查的结果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我都不知道我应该选哪个了 你什么你都是这些选项都是由你 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唐人街的居民 或者在唐人街工作太棒了 参会的人员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好那下来呢我会讲一讲 我们今天晚上讨论的这个地区 还有它的历史 然后大家有问题呢或者评论随时把它打到聊天框了 也可以等到最后问答环节 再去提问这是整个绿道的地图 然后在这儿呢是在这个绿道在中国城的部分 然后这儿呢是陈于黎立荣 那个夫妇公园 这儿就是包括有一个广场 还有一个曲折的小道 然后呢斯图利英公园呢是在中国楼牌 中国城牌楼的南边这一块 讲到历史 讲到这个斯图利英这个公园的历史呢 05年的时候这个公园是有那个当时的波士顿 Nino市长呢揭幕的 是他们设计的这个情况 就是让孩子们可以游玩 然后有一些那个花岗岩的小秋 然后他就重新设计以后呢 2011年开张 然后我们绿道绿道组织2015年 把它拿过来进行招管的 1919年的时候 我们就倾听社区的一些反馈 知道呢 这些其实这些花岗岩的小秋呢 更多的是用于就是负面的功能 所以我们决定把它去掉 把它们拆掉 然后呢 我们还讲呢是否可以 我们当时还考虑呢 是否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试点性的改善的项目 做一些临时的一些 比如说设施 但是后来那个疫情爆发了 所以2020年的时候呢 我们我们2020年 因为预算也减少了 没法做不了什么工作 但是我们的确在这个斯图利英公园呢 添加了一些保安的措施 然后2021年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些花岗岩的 这些小秋把它拆掉 还举办了居民实验室项目 然后这个这个是显示的 当时我们临时使用这个空间的情况 然后我们还决定呢 不太不把它用于做试点的项目了 我们应该做长期的 倾听公众的声音 对这个地方进行长期的改善 所以说这是我们现在的规划 今年呢我们要把那个虎年厂 这个这个艺术品呢 安装在这里 然后就是整个一年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讨论如何就是改善这个 斯图利英公园这个空间 然后呢 其实这个公园呢 有两边 我们我们更多的是关注的这边 就是有有这个 有就是拼在比较空的 那个花岗岩的小秋已经被拆除的地方 另外一边现在已经有一些桌子和长椅了 就是利用率很高 所以有的人喜欢就觉得这样使用起来很好 但是有有的人觉得那儿可能有人在赌博 所以说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就那边边的使用情况 也可以讨论一下 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关注的这边的 就现在比较空的这边 这是我们的时间线 这个项目的时间线 现在是四月份 我们这是第一场社区会议 然后呢我们还会 我们还就是发布了一个名义调查的问卷 然后呢就是收集各方的那种反馈 这个问卷的QR那个编码呢 在这儿大家可以扫描一下 就可以进入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会根据人们的那个就是反馈的结果呢 来设就是出台呢 我们那个初步的一个这个场地的规划的情况 然后2020年的时候呢 我们会举办第二次社区会议 倾听大家对这些草案的看法 然后夏天秋天的时候呢 我们会出台最终的场地的规划和那个建设的规划 然后呢再举办一次 秋天的时候再举办一次那个社区的会议 然后 然后那个就是说明年的 也许今年秋天或者明年春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建设了 这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些领域 这个信息蛮多了 但是我会过一下的 就每一点都过一下 每一个我们关注的领域 这些为什么我们会开 我们会关注这些领域呢 这因为过去三到五年里头 我们一直倾听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尤其是就是中国城主规划2020 亚美社区发展协会的Anchor计划 还有那个那个议员Fling 他的办公室收集了一些公民的 民众的反馈的信息 还有呢和利益相关者的不断的对话 所以说第一点就是更多不同的座椅座位 去原来的时候就是没有没有座位嘛 所以人们就用那些小丘当做座位 现在呢我们规划呢就是想 想有一些长凳啊 更多的桌子呢 还有一些可移动的座位 座椅 然后我们还想呢创建更多的孩子们玩耍的空间 然后就是说比如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就是游戏的这个立方体呢 也不错 但是大的孩子不好使用 所以说我们就想设想呢 每种可以搞一些音乐 有游乐的设备 设备设备 放一些乒乓球桌台 然后增加一些攀爬的结构 还有些喷水的设施 讲到运动设施呢 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 就是他们 大家都是想就是按 现在的趋势就是安装一些简单的 公众可以使用的运动设施 所以就是尤其是比如说针对老年人也可 我们还可那个和一个就是社区组织交流过 比如说比如说给老年人的一些运动的设施 然后呢 还有呢就是还可以有一些多箭式的设备安装在那里 还有那个公共艺术 我们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城也做一些公共艺术的展示 比如说可以 比如说在地下画壁画 可以安装一些雕塑艺术品 还可以还可以做一些表演艺术 还有更多这个做更多的绿化 对这是人们的也是根据我们听到的人们的需求 这个地方呢挺不太容易立化 已经因为有很多绿荫了 但是我们可以添一些更多的花盆 然后并且保留现有的这些树木 尤其是现在比较小的 比如中间这个比较小的树木 我们还可以在现有的这些花园的空间 添加更多的植物 我们在这个广场呢 就是经常举办更多社区活动 我们可以把这些社区活动扩展到四处利用公园来 比如说把这个空间可以做一些健身的课程 然后呢 可以搞一些文化活动和节目 这个呢 我们也经常和社区组织呢 就是合作做这些事情的 还有呢 也做一些更多的基于艺术的活动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还有其他的设施了 比如说安装一些饮水机 因为目前绿道上只有一个饮水机 所以说我们 就是市政府呢 也在考虑是否能够安装一些公共的卫生间 但是因为因为这个现场的这个场地的情况 不太容易 但是我也知道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也都知道 有很多人会在公共场合小便吧 所以我们想每种可以安一个临时的流动洗水间 我们也可以改善当地的 WiFi的连接的速度 然后呢 再添一下一些额外的 比如说垃圾箱啊 或者收集烟头的一些设施 所以说这是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想法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晚上呢 就是想讨论这些想法 那我们在 在我们讨论之前呢 我就想介绍一下 Zoey Davis Zoey Davis 是波士东市环境能源与开放空间办公室的 一个气候适应项目管理 因为那个 他今天晚上一参会呢 是因为我们正在 我们现在 其实正在安装那个饮水机 还有喷水器 就是在那个就是城 就是黄丽荣公园 还有那个城域里公园 安装这个 而这个和那个Zoey在中国城所做的有关 应对高温的那个项目密切相关的 谢谢介绍我 Kelin 大家好 我给大家介绍 给一些背景信息 我叫Zoey Davis 我是波士顿 是环境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 我是 我就是具体来讲呢 我是在那个就是 应对气候变化 这个团队上 我们在整个波士顿市呢 就是做在应对气候变化 比如说所带来的洪水 和那个高温的 这些问题 所以说 我做这个市政府 我做波士顿市政府的那个 应对高温这个项目做了好久 做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呢 我们的工作成果呢 可能今年6月份会和大家分享 我们知道极度的高温 在波士顿 对波士顿市民 都不健康 都构成了危险 而且随着气候的变化呢 高温的现象呢 还会继续持续 并恶化 所以说 那我们如何能够保证人们的安全 并使得人们呢 能够获得更多的 就是凉快的 使自己能够凉快的设施 这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那作为这个工作的一部分呢 我们这个市政府呢 就是在推进 就是推进今年夏天呢 是更多的人呢 能够获得 就是使他们凉快的一些设施 比如说就是 所以 我们就是很兴奋的 能和绿道保护组织呢 合作呢 就是在那个 在这个 成立英 黄立荣公园呢 做一些有应对高温的一些工作 然后呢 我们还 我们还准备把那个 就是便携式的水呢 能够带到那个 这个唐人街 这样子人们就是享受 唐人街的空间的时候 也可以就是 不热 在夏天的时候 那好 那我 我准备的 那个讲话的内容呢 就已经讲完了 现在我们就进入 问答环子节 然后呢 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 有同船嘛 所以说 请大家说话比平常慢一点 然后呢 就是讲完话 也稍停动一下 好吧 请大家提问 请问谁先来 大家好 我叫Synthia 我是Mary的第二个女儿 我是司徒绿莹的二女儿 谢谢绿道组织 绿道保护组织 组织今天晚上的会议 听上去很让人兴奋 就是 要在公园里 安装这些水设施 还有其他的 开发其他的设施和空间 特别吸引我注意的一点呢 就是第二点和第三点 就是 就是说 如何把这个司徒绿莹公园呢 用于人们的 更积极的运动 比如说 就是说 或者是运动设施呢 或者让孩子们游玩玩耍的设施 这两点我特别感兴趣 我不知道我们一会儿会分组进行讨论 还是说现在就是大家都 就是集体来讨论 现在是 我们现在人并不多嘛 人数并不那么 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不需要分组了 但是就是你如果想让我回到任何的一个 幻灯片 刚才的幻灯片 我都可以 我都没有问题 讲到运动设施呢 我到处都在很多地方都看到 在美国各地都能看到 他们有一些创新性的 比如说在有些地方的 有些创新性的空间 像这个蓝色的这个是多用途的 我不知道这个斯图林公园是否适用于这样的多用途的设施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多 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底下的这种 这种单杠是否更适合于这个空间 我知道我们学校里还会有一些人来做太极拳 或者早晨来做断练 所以我知道社区的成员们呢 是的确是可以 如果有在斯图林安装公园安装一些运动设施的话 是的确有意义于社区人员的 而且就是说这些事实应该是 多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使用 太好了 有没有人想接着就是 接着讲或者是就这个运动设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评论 我们也 我们 我们听 也还听说 从我们 给小孩子们的空间和给青少年的空间 还有给老年人的空间呢 唐人节都需要 我觉得我们这个公园里是否可以三种空间都有 我觉得也不见得 也不见得能够实现 但是我就想 想听听大家对这个问题 对这种说法的看法 就是说是否针对小孩子 青少年和老年人的空间都需要 我是Susan 我同意Sensia的讲法 我是在唐人街附近长大的 原来司徒立营公园那边有一个小滑梯 但是后来被拆掉了 不好意思 听不太听不太好 没准可以按一些 重新再按一个滑梯啊 或者按那个就是鞦韆啊 这样孩子们喜欢用的设备 太好了 那 我们回到这个绿色 更多绿化这个地方 因为这一代中间有很多树 我们觉得 觉得这些树很重要 然后呢 但是也妨碍到我们 就是安装大型设备进去 所以我就想听听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因为我想保留这些数码 所以说 我想问的是 就是说是否有 有没有一些限制 或者说指导原则 就是在一个开放空间里 有一些运动设施以后呢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那道墙 围着花园的那道墙 如果有孩子们游玩的设施的话 是不是周围还得安一个栅栏 我觉得不需要 但是我讲Bob 你需不需要 你听你讲一讲 就是 所以就是说 这个取决于这个设备的高度 我们需要一个就是 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 对吧 所以说要有能让孩子们摔下来 能够保证他们安全的区域 所以说这个呢 比如说可以装一些小动物在那儿 小动物的模型让孩子们骑 但是也是要注意孩子们的健康的 所有的设备呢 都有一个就是事先规划的一个 一个比如说周围的应该有多大 这样一个区域的 这个要求 然后所有的游玩的设施的高度也是 也是 就是它也有一些限制的 就是说 所以说我们 我们 所以说我们 就是我们 就是 对 就是说 其实说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比较高的设备 然后另外一个人站上去 他可能会撞了脑袋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 玩耍的孩子们的安全 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就是说 我们不太想添加栅栏 但是我们是要有一些 比如说弹性的表面 以防孩子们摔下来 对吧 也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还有我还想强调一点 强调一点 如果有些特殊的设施的话 我们会有一些标牌的 上面告诉大家怎么使用 然后它的安全 如何安全使用 这样人们能够安全地去使用这些设备 所以我们会有 会有标识的 Santhia 我还 还有大家呢 我都想问一下 如果比如说 设一个栅栏 是不是有帮助 会对小孩子来说更安全呢 比如说设个门 要进 打开门才能进到游玩场所 那就是说 如果要是只是 就是说如果 那就是 那又要弄栅栏的话 就是就好像那个地方 只是针对小孩子了 是吗 他说 对不起 我应该介绍 我自己一下 我就想问一下 我们能不能更详细地讨论一下 这个公共艺术这个领域 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 你有没有具体的问题 就是我的问题是 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划 具体的计划 比如说像这个壁画 有什么样的计划 我们这个公园里的公共艺术的情况呢 比较复杂 现在已经有一个壁画 现在已经有一幅壁画了 另外呢 还有 我可以回去给大家看一下 这已经有个壁画了 对吧 这个壁画 是在一个什么架构上的 所以 我们的公共艺术团队呢 正在就是 对这个情况进行调研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地方 不再是不在我们的租约里边的 所以说 有关这个壁画呢 就是说 所以说我们得有几个问题 那些完全解决了以后 我们才能就是更进一步的讨论 这个公共艺术 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些图片呢 就是因为 Pona Pah 他给 他在唐人街 做过好几个壁画 然后他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在地面上 画一个地面上的壁画 所以 所以说 所以当时我们想做一个实验性的项目嘛 本来就是 对说 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在地面上 画一幅壁画 在这个公园里 但是 雕塑 就是我们 我们策展的艺术品呢 很多时候都是临时性的 就会只在那个场地 就是待很短的一段时间 所以说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比如说在这个公园呢 我们能够策展一些表演艺术 还有呢 就是 举办一些社区的一些表演艺术活动 所以说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社区合作伙伴们 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公园 搞400个场活动 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社区合作伙伴机构 但是呢 表演呢 迄今为止不多 所以呢 我们希望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看看能不能策划一些表演 在这个场地 谢谢你的解释 谢谢你的 谢谢你的澄清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能不能再回到第三个 对不起 回到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空间 那 那这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怎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这是因为现有的 公园内现有的家具呢 是比较传统的 这种的 比如说长凳 就是比较老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就是想 没准 把它们更新一下 使得它们和绿道上的其他的家具呢 更匹配 这个可移动的家具呢 我们是针对那个 North End 当时他们有个公园 更新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家具 可移动的家具 因为有不同的 这个家庭 会到那利用这个空间 晒太阳嘛 所以人们呢 就可以 就可以把这个 它是可移动的 可以人们重新安排 这个家 把这个家具重新组合 而且这些是可移动嘛 晚上我们就把它锁起来 这样不会被人拿走 Bob 你要不要再加一些新的内容 他说也没有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就是 我们就是在探讨各种各样的想法 看看能获得大家的反馈 我还想补充一点 我知道 人们可能说 现在 看不到很多 座椅和长凳 在这个绿道上了 我就想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对这些 就是座椅呢 进行修缮 但是等那个天气 调清好了以后 他们会出来 我们会把它摆放出来的 所以我们知道 因为这个季节刚刚开始 我们有些设备呢 当时已经收到仓库里 或者收回去清洁了 所以随后等这个季节开始 明天他们就会摆放回去 Angela Angela 你举手了 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Angela 我就想回答一下 Killen有关那个 是不是摄栅栏的那个问题 小孩子呢 不太快 动作不快 我并不是希望这个地方 专门只是用于小孩子的 但是如果那是专门 专用于小孩子的话 那我就希望能设一道门 因为它离这个 Surface Road 那条路很近嘛 孩子们有时候就是掉头就走 就跑开了嘛 所以我觉得要考虑到 孩子们的安全 有门的话更好 另外呢 如果把它 把那个空间 把它围起来的话 也就会 把这个地方呢 就是只限制一种用途 也许这个并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说 就这些椅子呢 我想评论一下 我特别喜欢 我很喜欢 这个桌椅在一起的 现在已经有的那种 就是带椅子的桌子 我看到很多人 都在使用这些桌椅 比如说买了饭以后 就坐那儿吃饭呀 聊天啊 我觉得特别好 如果 要是我的话 我不会 我不会去放这些长的椅凳 或者是那种 可以斜躺的这些椅子 因为人们呢就会 就会躺下来在那些地方 我觉得不见得 不是一件好事 谢谢 大家是不是觉得 我觉得运动设施和玩耍 还有那个表演艺术呀 这些都是大家重视的 人们是不是觉得 在那些玩耍的运动设施区 是不是我们也应该 添加一些座位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他的声音时段时序的 听不好 我再试一下 这个是Gina要发言 有一个人说 对我们希望有一些 在那边有一些座位 我是Gilbert 我都是希望这个椅子和凳子呢 不太容易移动 因为否则的话 人们把它拉到这儿 拉到那儿 所以我觉得这些清洁工 对清洁工来说 也很难的 一会儿又把它搬回来 就是 而且这些桌椅很重嘛 所以让他们又得搬回来 因为人们把它搬来搬去的 然后到最后 他们还会把它搬回来 工作人员还得把它搬回来 能听到我吗 对 但是你的很 你的就是不知道你的脉 你那边引头往脉 但是Gina发了一个 在摇天框里发了一句说 他说在这个边上 边缘墙上的那些座位 是不是还会保留下来 就是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 就是锻炼用的一种设施 还有呢 就是 就是我们不太确定 就是有关这些可移动座椅的 这个问题 其实有时候人们会把它搬到 比如说树荫底下 这样凉快 所以这个问题呢 对我们来说也比较难平衡 这个可能和Zoe的工作 也是相关的 因为今年呢 我们试图找到一种 对这个高温呢 找到一些 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我方案 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广场上呢 缺乏绿营 也许呢 在斯图丽营那公园里 多放一些座椅呢 可能会有助于大家 但是长远的来说的 就是 这个广场那一带 就是很热 所以说 所以说为什么那个桌子和椅子 人们就是搬它 所以说 如果能提供一些 一些那个 阴影的话 夏天那会太好了 还有Gina说 我是强烈的推荐 那个就是灵活的 可以移动的家具 在这个斯图丽营公园里 安装这样的家具 安放这样的家具 这是Gina 打在聊天框里的 还有没有人想发言 不好意思 刚才没听见 就是讲到会不会去 安一些 安放一些 就是能够 比如说 阳伞那样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阳伞啊 这些东西呢 如果把它固定住 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刮了风 怎么办 还有呢 因为太阳在转嘛 所以说这些阳伞啊 有时候会提供阴影 但是有时候又不行 所以任何一个时候 我们 我们放一个 就是比如说 遮阳遮雨的设施的时候 就是都会有人呢 比如说晚上 就是会在底下躺着啊什么 可能就引发一些负面的问题 所以说就这个提供 提供那个 这个阳伞类的设施 这是你讲到这个 我马上想到了 这样几点 是的 我们 我们这个也讨论过 就是不管是在 那个 斯图林公园了 我们 我们就是 就是像在广场呢 安装更多的 当局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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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们的经验呢 就是在这个绿道上呢 风的确是一个问题 所以 我觉得我们 我们是否可以用更多的 就是 散 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又放更多的散 这样可以提供更多的 阴影吗 现在大家听得好吗 听不好 不好意思 还是听不好 对不起 Gina 你得 你得 你得升级你的英特网 Gina 对 每次会议总会有 这样的问题 出新 对 为什么我们说要在 斯图林公园呢 提高那个WiFi的速度 Gina 把你的视频关掉 这样子就给你更多的带宽 大家能听见我吗 也没准比以前 稍好一点 也不见得 那就打字吧 打到聊天框里嘛 因为我们听不见你 听不好你 我就 还想说Gina 非常 就是帮助我们 就是 就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就是组织这场会议呢 帮助我们开发这些 就是重点关注区 就是从一到七的 这个重点关注区 所以谢谢Gina 然后Cynthia 也打到 也打到聊天框里说 她同意 那个Gina有关 强烈支持 移动灵活和移动性家具的 这个 这个意见 就这个绿化 绿化这个关注 重点关注区呢 大家有没有什么反馈意见 大家是否觉得 我们是否应该 把保留这些树作为重点 还是说应该 应该在这个 现有的这个花园区 种更多的 比如说植物 还是说 比如说在这个整个 整个一带 放置更多的 花盆 我叫Helen 我喜欢 特别热爱绿道 但是 不好意思 她的声音很轻 就是你如果 做更多的 绿化的话 是否会影响到 这个座位区 那不见得 如果我们就是 在那些花园区呢 是有一些挑 就是我们是在那边 我们的确是有一些挑战的 但是我们可以 解决这些问题呢 就是说盆栽呢 或者花盆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解决的 我觉得 最大的问题 还是这些树 就是照片上的这些树 我们把这些树 保留下来的话 就会限制到 就会限制我们 其他的选择 这些树不见得很健康 它们的确提供一些绿荫 但是呢 但是它是在一些 大树荫的底下 所以说 我们不想砍树 不想把现有的树看掉 但是问题 这些树 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安装其他设施 就这些树 还有没有人 别的人有其他看法 这个景观的设计 就是能把它设计一些景观 是最好的 当然 我们 我们讲这些花盆 指的只是苏林这个一带呢 还是讲整个唐人街 所有的公园里都行 就是我们希望呢 从根据人们的反馈 根据民意调查的结果呢 大家 就是我们就是想了解的 就是说 就是说 第一就是我们想在私塾利益 我们能够如何改善私塾利益公园 另一方面也是整个的 如何就是改善中国城 整个的唐人街整个的情况 所以 就是说 我们可以说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花盆呢 这种盆栽的植物呢 放在斯图林公园 我们也可以考虑把它放在唐人街各个地方 这个不算复杂 比那个整个安装一个花园区 容易的多 就这些树 我来讲一下 城市的来讲 我需要去好好看看那些树 但是这些树的高度呢 就是 使得这个就是很重要 每天我从那儿过的时候 你的高速公路 就是交通速度很快 他们就 他们就意识不到我们唐人街是在绿道里 绿道上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 我们如果能有一些 就是能安装一些那个 就是 纵向的设施的话 就是使得人们意识到这儿有一个社区 那更好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 那这些树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一个 视觉上的提示 提示驾驾驶员 其实这儿还是有一个社区存在的 我也喜欢这些树的高度 就是因为这些树虽然小 但是实际上更近人情嘛 就这些树我也有个想法 你现在讲的就这中间这两棵树 是吧 对的 对的 如果我们总是讲 唐人街的 唐人街的那个树最少 然后我们会 然后我们讲到在绿道上 比如说种更多的树的时候呢 讲到的都是说 都是有限制条件 就是那个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经常会杀死树 所以说我觉得现有的健康的树 我们应该讲尽量的保护住 当然这个树不太健康 我觉得这些树 这两棵树面临的这个挑战呢 就是 就是呢 实际上它就是 主 就是说怎么说呢 它其实就是这样 就好像 很多人呢 过了那个树以后呢 那些树能挡住它们 所以他们在那个树 树后面 公园那边去 比如说小便之类的 所以说 所以说我不想 把那个 就是说 就是说除非我们在绿道上 做了一些大的改善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 砍掉树 但是有这个两棵树 我觉得也是有很多负面的问题的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角度 这是有五棵树 这五棵树呢 这个呢 就是说 因为它的地面状况不太好 所以这几棵树都不是很健康 这是在绿道上 就是因为一个 经常时候 经常时候那个 它那个底下那个根 长的 就是树根能够长得去呢 很有限 就是 所以说 这些树呢 就 我们的 植物专家们觉得 这些树的确是 就是不健康 而且会继续 它的健康状况 会继续恶化 我知道你说过 有一个地方 不是你们 租约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在讨论 就是 壁画的 问题 就是说 是不是 就是说 反正在有一个地方 是不是能有一个 把一个墙 化成绿色 涂成绿色 这样的 也可以增加一些绿色的空间 就这个 就这个 The Vance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主要的 Rachel 请你来讲吧 是这样子的 我们 我们的公共艺术 和用营团队呢 就是在想 像那个 麻州的 交通 交通部呢 向他们那了解 更多的有关 这一块的情况 它是叫 有一个叫 是不是通气的 一个地方 所以说 我知道 费联议员呢 对这个问题 也很关注 就是说 他们也 反正有个通 有个通气的管子吧 还是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 也在想了解 它到底 那个东西 是什么用途 另外呢 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听说 这个 通风的这个东西 还有那个 就是皮革区那边呢 有一个大型的 要有一个大型的改善项目 大概秋季就可以 就可以开始了 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这个项目 项目的情况 然后呢 就想推进一下 那个 就是这个 通风 通风 那个管子所在的地方呢 应该是首先进行改善 所以说 我觉得呢 会有一些机会的 就是说 他们 他们在讨论呢 增加更多的一些 架构 这样可以 挂更多的公共艺术品 所以说 就是他们去做 做这种项目的时候 就是 就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绿道组织 可以去和他们进行商谈吗 看怎么办 然后呢 我知道在其他城市呢 他们有比如说 绿墙 就是或者有一些 比如说柱子呢 把那个柱子也 就是涂成绿色 就是任何是 州政府的基础设施的话 他们的足迹都很大 所以说就是 没说可以利用那些 把他们 可以就是 怎么样能够有效地 利用这些设施 帮助社区 比如说 MassDot 就是 马拉雄交通部 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还有几个人 好像在座的几个人 还没发言 我不想跟你们施加压力 但是请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话 请讲话 还有就是 就是刚才有个屏幕 对不起 有一个地方呢 是现在有那个 波士东艺术馆的一个壁画 所以说我们那个 我们的团队现在 就是讲的 刚才就讲的这个地方 是有通风的地方吧 通风管道的地方吧 所以就是说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该怎么办 针对这个区域 谢谢 谢谢 另外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已经填写了我们问卷的各位 然后我现在又把他的链接放在这儿 然后 然后呢 我们还会尽量的把这个文卷呢 在社区更推广一下 以获得更多人的反馈 然后呢 那我今天晚上 根据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今天晚上收集的反馈呢 就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是 运动设施 玩耍空间 还有座位 还有呢 就是想了解一下 如果要是砍砍树的话 是否怎么样能够创建更多的绿色空间 来抵消 就是砍发那些树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还有没有其他的 想法 然后我们并不见得非得都待到七点 对吧 所以 所以说我想 我再说几句话 没准大家可以在 在听的时候再想一想 所以说这个民意调查问卷呢 就是其实还蛮有很多的问题的 所以说请你 请大家 就是把这个问卷呢 把这个问卷 向你的亲朋好友提及 这样他们也可以去填写 我们会很感激的 然后如果你有些想法呢 你不想在这个论坛 这种场所分享 但你可以私下分享的话 你可以发给就是这个 info at rosekennedygreenway.org 然后呢 Rachel会收集 这个电邮的 然后 然后 我们 我们 我们还有一个网页呢 就有一个 在我们的网站上 有一个网页 就MSH project 这应该是讲的 司徒利因公园项目 有关它的最新的进展的情况 然后呢 我们第二次社区会议呢 就是也就是希望大家参加 就是说我们得到大家反馈以后呢 我们就会根据大家的反馈呢 就是出台一些 就是一些规划草案 然后 今天刚开会的时候呢 我们还讲到呢 我们现在正在安装 一个饮水器 和有一个喷水器 是在那个就是 黄丽荣 那个公园的那个 道路上 在安装 所以 也想告诉大家一下 就是 如果大家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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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 是否这个喷水器 还有 饮水器和 喷雾器 应该 不应该放在那个道路上 而是应该放在 那个 就是 那个 那个 就是 孩子们玩的 那个地方 就是有那个 玩的那个 立体 立方体的 那个地方 讲到 饮水器 是吧 是 对 你是 饮水器 就是说大家可以 就是 这饮水器 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喝水 或者 就是 往你的水平里 装水的地方 那好 那既然已经没有人发言了 我就想呢 感谢大家 今天晚上参会 感谢 诸位 诸位 我们已熟识的朋友们 感谢你们支持我们 希望我们 夏天的会议呢 会是在公园里 举行的 然后 我们都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们要讨论的 这个四处理营公园的 这个空间 那好 再见 再见 那就 那大家 祝大家晚安 谢谢Keylan